這幾年香港人最流行去看極光 但很多人都會心望而回 這次我們請了極光獵人教大家如何追極光 你職業是極光獵人 總共看了多少次? 我看了一百多次 星月,今年我想去看極光 但我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究竟是甚麼月份去看好些 或者去哪個地點最容易看到呢? 一般來說 九月、三月和十月這三個月份 都是極光 很多朋友們 就算是外國朋友們 都是去看北極光保護的月份 中國人的節氣裏 春分和秋分 大約在九月的21、22日左右的時間 和在三月的21、22日左右的時間 春分和秋分前後的三星期 這個時間極光比較有指數的澎湃 大約不到 整個三月份普遍都買得不錯 四月中前、十日之前都可以的 但經常上網看見 人們都說十二月、一月是最好的 是嗎? 十二月、一月通常因為多價而已 如果在三月份去哪裏最好呢? 主要有兩個地方可以建議 第一個就是冰島 冰島可以去看不同的瀑布 在南冰洞 如果在另一個比較新興的地方 俄羅斯的北部 北京洋的前面 就叫做摩爾曼斯克 這個地方它多東西玩 因為白天有很多東西玩 夜晚也看到北極光 其實在挪威和摩爾曼斯克 距離只差幾小時的車程 所以在預算上有不同 如果是挪威和俄羅斯摩爾曼斯克 是可以差一半價錢的 如果我建議人 九月份去黃都和挪威都可以 九月份、十月份都可以 因為九月份的黃都雲量比較少 挪威可以去世界盡頭 一個叫做Raw Cap的地方 當時還未下雪 如果九月份的話 都可以上去 其實在Apps裡面 好像Aurora 通常AuroraPro或Aurora 都會看到極光的指數 綠色指數比較低 黃色就OK 紅色就不錯 我今年去看極光 如果拿我平時去日本、韓國 冬天的衣服 夠不夠用 絕對不夠 他說因為北歐的冬天 普遍都只有零下十幾度 而加拿大的氣溫 可以低到零下四十幾度 必須要有很充裕的手套 例如我準備了一張小小的手套 主要有兩款手套 第一款手套 就是這種 就是可以 酸手指出來的 如果平時 不用拍照 不用用手機的時候 可以這樣用 需要的話 就可以這樣用 這一種大概是零下十幾度左右 基本上都可以的 零下二十度都可以的 但如果不是黃 去到黃都鎮 即是加拿大黃都鎮 必須要再厚一點 通常會推薦這一種 這一種的手套 裏面會有多的毛 也比較厚 會比較新鎮 穿上去就會很焗 可以很亂 可以抵擋到零下三十度左右 現在眼睛也是外露了 有時候會有風雪 所以通常都會建議 可能會用這種類型的 套著對眼睛就方便了 沒有很重要 因為必須要蓋上耳朵 這樣保護耳朵 因為耳朵外露 很多時候 人們說 能不能蓋上耳朵 真的會的 看極光 保暖內衣 以及魚蓉 其實是否要另外再賣 也要的 還有一些地方都可以租 例如在俄羅斯的摩爾曼斯克 有些度假村 他們都會有一些外套 可以做到零下25度的外套 給大家意外 也不貴 多人說幾百元 大家就不用買幾千元 六七千元的外套 去穿 又不知道合不合 通常大家如果是行冰的地方 或者雪的地方 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滑 陷陷 通常有這種叫雪爪的道具 被套在對鞋的排底 當你一踏入冰 雪上 你就會抓緊冰雪柳 其實也想問 女生最關心 去到冰天雪地 護膚怎樣做到呢 普遍來說 要帶潤多一點的東西 例如維他命E的成品 給了多一點的面霜 還有精華素 有些防曬都真的要帶一帶 當然北極光跟防曬什麼事 但因為白天的時間 如果在雪地上 因為白天還是白天 太陽就會射到雪 然後反射到你面霜 再加上你大筆的 SUN LIGHT 直接的照射 你會吸收雙重的紫外線 晚上就不用戴太陽眼鏡 但如果是日後的時間 因為始終都是白雪 很多白雪的地方 還有紫外線 在北極圈上真的比較高 所以戴太陽眼鏡 去保護自己的眼睛的需要 因為北極圈 普遍比較乾 濕度比較乾 所以對眼睛會有點不舒服 所以通常都會建議 戴普通的眼鏡 這樣會方便的感覺 有什麼東西你覺得 一定必備的呢 一個暖水壺 還有朱古力 這兩樣東西是必備的 暖水壺 大家可以在酒店 準備一些熱水 放在暖水壺裡面 大家當然也可以放兩片薑 就可以驅寒 還有朱古力 因為朱古力的熱量比較高 所以有兩條朱古力巴 的旁馬身是很重要的 難得看到這個筆極光 當然會想拍下它 究竟有什麼設備 可以將最美的筆極光 捕捉進來 普遍來說 一部單鏡板光相機 亦有一個 wide angle 即是叫做廣角鏡 還有 一支三腳架是必要的 還有最重要的 一點就是 其中一邊有一個 海綿的包袖 零下二十多度的時間 這些金屬 就會吸引很多冷氣 一些東西的時候 不戴手套 就會拿起腳架 去另一個地方再拍 拿起手 就這樣拍的話 就會有危險 凍傷自己的手 但聲譽 我是一個懶鬼 相機腳架都不想戴 電話可不可以呢 電話 有部份的電話 現在都有這些功能 例如是 H戰頭那間 都可以拍到不錯的極光 如果用手機也好 相機也好 如果能夠設定到時間 在秒數上 起碼會有四秒起 手機 去到這麼冷的溫度 是容易補電的 所以如果需要有燈的話 就有額外的頭燈 在擺放頭上 安全之餘 都可以提供到足夠的電話 當去到極低溫的時間 電話會流失得很快 所以就要帶充電補 去給予自己補給 還有當然 上機的電也有很多電 那看極光 會不會有些安全問題 是需要注意的 自駕游的時間 例如冰島 很多時候見到 去冰島自駕 很多時候見到 為甚麼車子跌到坑裡 因為線態 通常都會 因為當你輛車 走得很快的時間 突然間一打開 就會打轉 那就會很危險